今年明年和后年前后三年给咱们打工人五个忠告 听不听你自己选择 如果你划走了千万别后悔 这条视频你是真的有必要点赞收藏 第一如果说一个单位干的还可以 只要工资发的准时就不要想着调操 现在的钱是真的越来越难赚 当老板的也不容易 能够准时发工资都是好老板 所以你就好好干就行了 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第二只要你有住的地方 尤其是即将结婚的小两口 只要是丈母娘不刁难就先租房住 等你必须买房的时候看准时机就可以了 还能省下不少钱 第三个在下班之余尽量干一些副业 只要能跟得上趋势 主副业完全可以同时干 第四花钱方面能省则省 改掉冲动消费的毛病 尤其是女生经常看到好看的衣服包包 心里就想着买 其实有时候你买回家 只是穿戴一两次就放在了衣柜里 反过来就想有时候少买一件 第二也不是说不可以 男人嘛也要改一改 别动不动就约朋友吃吃喝喝 唱唱歌 问一下男生 你们有没有发现酒桌上的朋友 就是个吹牛说大话 等你有事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就找各种理由借口推托 时间长了你细品一品 所以说家人们花钱容易挣钱奶啊 把没有必要花的钱都存起来 用钱的时候就不犯愁 其实车也可以先别买 上班的时候坐地铁或者公交也挺好 现在油费涨得太厉害 而且经常堵车 停车位也不好找 所以呢 不一定有车的男人才是优秀的男人 当别人开车路上堵的时候 你坐地铁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也挺好 关注我每天分享正能量